校车大叔早餐阿姨爆红 脸书好友破五千 学校里除了同学老师 你最记得的是谁 认职新兴客运的敏承辉 开正大校车八年多 校内师生都称他为辉哥 喜欢交朋友的辉哥 在正大研究生协助下 两年前成立脸书 好友超过五千人 因为我是为我女儿将来的工作 我为你了将来的工作 对哦 为什么 我们以前大学生毕业 是横着走了 现在大学生毕业能干什么 希望他们这些人毕业之后 将来留个工作机会给我 给我女儿 我两个女儿 当然要挑未来招职招牌 每天都会看 每天都会看 去回复那个答案是不是 我们知道 要他们有疑惑 当面有什么 觉得恐惧或怎么样 我们可以给他解惑 有啊 这真的很多好朋友 我说好友太少了 真的 一千多个算少 五千多个 五千多个 这里面 对啊 好友五千多个 五千多个很少 我无名要是五万 有系主任所长 教授还有学生 刚开始是我教他们 后来跟他们讲 他们都来教我 热心的辉哥常帮学生 捡失误 最容易掉的就是那个 出快的本书 是哦 出几块季了 对 期中考跟期末考最容易掉 每年都会掉 在师大附中早餐部服务 十六年的李梅珍 除了卖早餐 也会主动关心学生 充当孩子们的辅导老师 因此他深受学生欢迎 校友常回校探视 去年还成立 新北早餐脸书 加入成为朋友的 校友和学生 已超过五千人 建中学生也帮 面食部厨师们 成立面食部大叔脸书 成为建中生 另类的交流平台 已经有超过 一千五百名粉丝 台大每年有 两万四千多辆 学生单车违规乱停 被拖到水源校区 台大去年在脸书 成立社团 公布相关规定 以及拖掉员工水源 阿伯们工作甘苦 回答学生问题及抱怨 学生投诉案因此减少九成 说你在玩不上 怎么样呢 很钱啊 很钱 很钱 我没有 我怎么带你家 都还要 四十 还在 你看人都在这 有些 就不是 他都会 一直骂一只骂 是一个最凶的 他会拿石头丢人 只要一个 我做那么久了 都没有了 没有这个现象 大概他毕业了 就是我自己也被偷过很多次 但是 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不对 没有必要就是跟他没办法 动新闻 要感谢的人太多报道 你也会在这边 想起来 你也会在这边 你也会在这边 是什么 我 你也会在这边